大家好,我们来看英语语法考点训练有关名词的数 第一题 How many are there on the farm? How many是体温数量的 它后面加的是可数名词的负数 可数名词的负数 看一下A选项 horse,马 那么它是单数,没有变负数 不然的话要加S 第二个goat,山羊 那么也要变负数,加S 第三个是sheep,绵羊 那么这些都好像是单数,怎么办呢 我们要选择C选项 因为绵羊它是单负数同型 都长这个样子 我们填在这里,它就是一个负数 多少绵羊在农场上 就是农场上有多少只绵羊 根据这个动词以及how many 我们知道选C选项 第二题 There are 10什么 in our class 根据there are是负数 还有这个数字 ten,十个 在我们班级里面有十个什么呢 下面的选项给的是boy 男孩,student是学生 男孩学生也就是男同学 有十名男同学 男孩是一个名词 学生是一个名词 两个名词在一起 这叫复合名词 复合名词在变负数的时候 怎么变呢 一般是在最后一个名词上面加S 那么就是boy,student 这叫男学生 除了man,男人 和woman,女人 这两个词在后面加名词的时候 我们要两个都要变负数 比如说三名男老师 两名女护士 这个时候的男人 女人要变负数 后面的名词也要变负数 第三题 I would like six 什么of什么 would like是想要 我想要六个什么呀 我们来看选项 A pairs shoes 六双 pairs 六双 shoe是鞋子 那么然后双已经变负数了 鞋子 六双肯定也是负数了 鞋子也是负数了 那么这个选项是不对的 b选项 六香 苹果 这个箱子是可数名词 那么六的话 它肯定也要变负数 加yes 也不对 来看第三个 glossy's milk glossy's在这里是玻璃杯 六杯 牛奶 这个牛奶是不可数名词 它没有负数形式 所以c选项是正确的 第四个 there are two 根据there are 还有这个数字 to 说明后面要加可数名词的负数 我们来看下面选项 study study在这里不再是动词学习 它是名词书房的意思 有两个书房 那么这个时候名词要变负数了 怎么变呢 以辅音字母加y结位 我们要将y别为i再加es 所以选择c选项 第五个 the girl brushes her什么 every morning 那个女孩刷她的什么 每天早晨 下面的选项给的是牙齿 每天早上刷她的牙齿 牙齿本来是tooth 那我们刷牙的时候 不可能找一颗牙齿 我们要刷我们嘴里面所有的牙齿 牙齿要变负数 它是特殊的变化规则 OO变EE 所以选择A选项